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 你今天过得好吗 音如在这问候你平安喜乐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 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今天让我们再次的 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 我有个朋友 最近去挑战高空弹跳 想要训练胆量 希望自己呢可以勇敢一点 可是等到站在高处 准备往下跳的那一刻 看到底下的风景 嗯非常的优美 可是内心的感受呢 是很害怕很恐惧的 后来他腿软的没办法跳 直到第三次才挑战成功 亲爱的朋友 你觉得什么是勇敢呢 很多人觉得勇敢就是勇于冒险 敢做一般人不敢做的 比较危险啦 刺激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的勇敢 是一个人怎么在平常的生活里面 勇于面对自己的软弱 困境 突破 局限 如果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 有时生命里的难关 恐怕比高空弹跳还要艰难 我们是否有勇气去面对 又该怎么去突破心里头的障碍 勇敢地做出选择呢 今天的原彩飞扬 也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啊 他是来自日本的宣教士 完山杨子 他与丈夫严金龙牧师到各地传福音 关怀弱势 也在教会帮助非常多的原住民朋友 但其实当年的完山杨子刚叫到台湾来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语言跟文化的差异 内心是很煎熬的 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真正地去爱这群原住民 没有办法真心接纳他们 痛苦到一个地步 想跟丈夫离婚 回日本 但是现在的完山杨子非常喜欢原住民 他可以讲出原住民的好多优点 甚至他说 他一辈子待在台湾 死了也要葬在台湾 台湾就是他的家 他是怎么样跨越这当中的困难 他的勇气从哪里来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 完山杨子的生命故事 也想想自己的生命 原彩飞扬 今天英如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 他是宣教士 完山杨子 谢谢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这是日本话的你好的意思 是的 您是严金龙牧师的妻子 所以大家都称呼你严师母 是不是 那师母你是什么时候到台湾来的 已经二十 应该是二十多年 已经我女儿是现在有十八岁 所以二十多年前 那师母您在日本是住在哪里呢 我家在三里县 三里县 台湾有李商 他刚好相反 一个三里县 三里县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跟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那个地方是东京的隔壁县 旁边有富士山 也不是乡下 也不是特会区 所以也不大也不小 是刚刚好的 可是就是因为 有山的关系 就从小就看到山 是 所以也算是一个 可以很靠近大自然的一个地方 是 是 使脑有非常美好的 新鲜的空气 是 是 哇 听起来就好棒哦 那师母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台湾的生活呢 现在台湾 您的家庭啊 还有您的工作啦 因为我们知道说 您是从日本来的宣教士 是不是也可以更多的跟我们介绍 我现在在台北 就是带教导的很多的原住民朋友们 因为我从日本嫁过来 是我先生 丈夫是台湾原住民 所以自然来我们教会的人呢 都是原住民朋友 我跟牧师结婚 两个女儿都在台湾出生 所以我们现在有四个人果 可是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呢 就每天都是 好多的小朋友住在我们家 那他们都是原住民 因为有的父母留在山上 那孩子呢 因为山上很少有学校 所以在台北念学校 那我们就愿意让他 祈祝在我们家 是这样子的 好热闹 是 我想是很热闹 因为很多孩子 那我曾经在电视节目当中 我曾经看过 您跟严牧师曾经拍过一部纪录片 叫做爱你使我更美丽 这个你是指谁呢 这个应该有 这个制作人有两个含义在 那一个是我越来越爱原住民 那代表说 看开始是非常困难 真的要无条件爱他们是很困难 然后另外一个你呢 越我认识神之后 感受得到原住民的真正的美丽 因为这个不是我起的 是一个制作人 那他也看到 我在这个二十年的过程当中的变化 所以他有这样的意思 我延伸的家比较破碎 因为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 然后妈妈也是早就过世 所以从小我非常渴慕一个家 我在原住民部落就找到自己的归属 所以结婚的时候 我就确定 已经竟然家到这里了 那除了三地让我们分开以外 我们不会分开 所以就确定我的家在台湾 那谈谈怎么成为台湾媳妇的这个过程 刚开始嫁到台湾 我想语言不通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怎么去学中文呢 其实中文我从来没有正式写过 真的啊 完全没有写过 是生活中 因为牧师刚开始做教会的 那教会的工作其实非常的忙 所以他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理我 那我买菜 要吃东西都是要靠自己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说多少钱 这些的话就没办法活下去了 所以就生活中一步一步学习 那师母 您从小在日本长大 你那时候刚到台湾来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挑战 除了语言之外 比如说文化上啦 等等的 有 因为我们认识 认识也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是我们在深学院 我在这个学校入学了一个礼拜 我就梦到一个梦 在这个梦中呢 我要嫁给一个从台湾来的年轻人 那因为我非常的信任 这个信仰 所以他隔天就会出现 所以呢 你说这个梦告诉你说 这个台湾年轻人隔天就出现了 好神奇哦 对 非常神奇 所以他隔天出现的时候 我稍微有 当然有 也是有怀疑 可是因为有这样做梦关系 如果他愿意起我 我就已经心里确定 就要嫁给他的 那个时候阎牧师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就有一个心理预备说 我要嫁给他了 对 也就是说你们都还没有谈恋爱 我们根本没有谈恋爱 也没有交往过 对 所以是婚后才恋爱 对对对对 他直接跟我说 你可以嫁给我吗 我说好 可以 我们先确定结婚 还没有确定 我结婚的时候到哪里去 真的是我完全 还没确定方向 还没确定未来的生活模式 就已经确定要结婚了 那当你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觉得尤其是女孩子 对婚姻都会有一个期待 有一个蓝图 当你真的你嫁到台湾的时候 你进入了原住民的生活圈 这样的一个情况 跟你当初的期待 有什么样的落差吗 因为我们从小看 某些电影啊 连戏剧 我们很非常期待 结婚哪一天 是我的从小的梦 这个是我们已经确实达到 可是这个方式完全不一样 我到解婚的场所 然后坐车的时候 我就听到那个编豹的声音 就霹雳啪啦 对对对 就已经吓到 真的吓到 然后呢 他们开吃送到 一个原住民的桃园的一个教会 那我看参加的人的衣服 参加的人的感觉 跟台北的城市的人 完全不太一样 摊店我在迟到 原来他是原住民 所以日本跟严牧师认识的时候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哇哦 那你当下没有非常的震撼 非常的震撼 而且编豹已经吓到了 接下来的呢 很多的节目 然后参加的人 有的是已经酒醉了 也有从来没有看过的 某一些菜 某一些肉的时候呢 有些菜 有些肉 有些饮食 对对 也是让你很吓到 吓到 第一年应该是快乐一点 因为觉得我把自己当成 好像一个记录片的女主角 所以有好奇 虽然有吓到 可是也有很多新鲜的 可是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变成我的生活的时候呢 就开始有好多的压力 语言再加这些文化的差别 再加一些沟通模式 是跟我们的国家完全不一样 那因为吃的东西是每天的 变成要接受他们的饮食 他们的习惯 他们的时间观念 真的好大好大的压力 您刚刚说沟通模式 跟在日本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 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部分好不好 因为原住民的弟兄姐妹 非常爱开玩笑 然后做什么 先吃喝 然后先聊天 喝个茶 然后很少直接进入到重点 那日本人呢 就喜欢爱开会的一个民族 我自己也是 我个性比较会目标导向的人 所以直接进入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餐长 原住民的朋友觉得我太吃 我的个性太强 太强了 对 所以容易被误会 因为人际关系 我当时很孤单 需要更多的人了解我 也需要朋友 可是应该我的沟通模式 是跟他们有不一样 然后我的观察能力也不过 所以我感觉是很孤单的 我本身的个性希望更多人要解释他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 如果有说明 我就可以了解 那了解我就可以接受 然后可以忍耐 可是原住民的文化本身比较不会表达 所以 他们怎样会在沟通上 我要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得到 其实你也会需要说他们可以更多的跟你分享 更多的让你了解 因为了解就可以接纳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 是 那除了沟通这方面遇到的问题 在生活上呢 比如说可能人跟人之间的界限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日本人是非常注重礼貌礼节的 那你进到这样的一个原住民的文化里面遇到的什么冲突 因为特别我先生的家族 他们从小一起生活的 他们在有些他们的财长 或说他们的东西没有很清楚的界限 对所以 有点像繁物公用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到现在其实蛮多东西都是一起公用 那这样的习惯呢 我从小日本没有遇到过 所以刚开始我误会 有一些人会偷我的家庭的东西 我非常的误会他们 结果现在才知道 其实他们不是偷的 是一起共用 彼此分享 那师母 当你遇到这些跟你期待落差的这么多的状况 你心里面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很焦虑 甚至想要离开台湾 是 好几次好几次 而且让我最沮丧的事情是 因为我 因为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而且我已经当牧师的这种学校已经毕业了 说在神学院毕业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跟牧师毕业之后 应该牧师这个工作需要帮助更多的人 那我的理想是愿意搬出 可以接纳更多的人 可是我完全变成相反的 很不容易接纳他们 没有办法接纳 就不可能会搬出他们 所以我看到自己的这种体现的时候 我不是对他们失望 是我对自己很大的沮丧 情绪上就越来越低沼 然后越来越软弱 然后我也怀疑是不是 做不下去他们的媳妇吗 做不下去这样的传道人 这样的宣教师的工作吗 就好多的怀疑在我的里面 真的有曾经有几度把心理都收拾好 要去机场了 是 那什么样的原因 促使你还是决定就继续留下去当宣教师呢 我已经确定要回去 有好几次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真的好奇妙 我就开了个电视 那开的电视节目 刚好原住民的节目 而且他一直在告诉我 他们需要关系 好像有人一直在拉着我 要让我更看见 他们的美丽 也他们的需要 就好几次 就是我要走 想放弃的时候 就很奇妙的事情 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记得好像也有一次很奇妙的就是 后来发现自己怀孕了 嗯 对 这也是蛮奇妙 因为怀孕的时候 其实我蛮 也不是很高兴 蛮沮丧 也没有自信 我这样的情况 会不会可以当妈妈 可以当别人的母亲 因为女孩子有海细嘛 看到什么就想吐 想吃酸的 然后呢 我把冰箱打开的时候 有一个酸的东西我就看到 那个东西呢 是太亚族里面的 盐过的一个肉 盐肉 盐过的肉 对 有一个发酵的肉 那个味道 非常的酸的味道 连原住民有的是不敢吃 那对我来说 那个东西不是食物的 不是可以吃的 非常的抗拒 可是因为怀孕 我想吃酸的东西 如果没有吃 我就继续的害死 想吐 然后就看到这个盐肉 那盐肉就吃一点点 就害死 就停了 然后开始想吃这个盐肉 你有渐渐喜欢上它吗 现在已经上瘾 已经到上瘾的程度了 从前是非常害怕的食物 但现在喜欢上 来到上瘾的程度 是 我想在那个时刻 生烟肉就好像是上帝 为你预备的 是是 这绝对 绝对是上帝预备 是 后来决定忍耐 愿意继续的留在台湾 但是我觉得这个忍耐 我们除了去忍耐之外 我想上帝更是要帮助我们 怎么样去跨越这个忍耐 可以到我真的 真心的接纳 我真心的却爱他们 欣赏他们 那上帝怎么样帮助你呢 师母 应该说 就是第一个女儿 她出生 也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因为我女儿 完全不像我 个性 外表 她的生活模式 她的喜好 完全是原住民 刚开始 我真的很大的冲突 因为我好像 生出外国人 可是呢 她又很可爱 因为当然我自己的女儿 就开始呢 我找到她的好多的优点 她很会唱歌 她很会艺术 那我越来越欣赏我女儿之后呢 其实我女儿就是代表一个原住民 是 所以其实我女儿对我的帮助是最大 当你越爱这个孩子的时候 就越能够去接纳 是 这群原住民 是 那从以前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那师母您在原住民的身上 你看见哪些优点 他们有哪些地方 让你觉得很可爱的 太多优点了 她非常的单纯 所以她对神 也是非常的单纯 然后他们的歌声 他们的跳舞 是我们再怎么几年学 也学不到 他们的乐观 同心合一 他们的感慨 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看过 对 所以他们非常一个优秀 又美丽的一个处境 是 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呢 师母您一直谈到说 因为上帝帮助你 甚至当你想要离开台湾 回日本的时候 上帝好像总是会安排一些 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让你不得不留下来 是 那师母您又是怎么样 接触到基督信仰呢 在日本那个时候 也跟我们谈一谈好不好 因为我妈妈 她在国中高中 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 念书 所以她多多少少有接触过这个信仰 因为这样的关系 她结婚之后 提供给我们孩子的电视节目 或是有一些书呢 都是有跟基督教有关系的 所以妈妈对我的影响力 非常的大 可是因为我妈妈 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她自杀 她从年轻就得了忧义症 可是因为我们孩子 不知道她的状况 所以对我们来说很突然 然后第一个 我姐姐起家会 然后姐姐带我起家会 就认识耶稣基督 师母你们家几个孩子呢 我有一个姐姐 还有弟弟 就三个兄弟姐妹 三个兄弟姐妹 当然在访谈的过程里面 师母你有特别提到说 其实自己心里面 很渴望有一个家 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然后你有谈到说 在日本的家庭 是比较破碎的 是怎么样的破碎 是不是也可以更多的 跟我们分享呢 因为我爸爸是退休前的工作 就是有副市长 所以她很高地位 可是这个高地位呢 对我们孩子没有什么用处 她不在家 然后她为了工作 她常常在跟外面喝酒 酒醉回来 常常要喝酒应酬 对 然后因为她常常会不在家 回来了就开始闹我们 也是有时候对母亲 也不礼貌的行为 发酒疯吗 是 所以小时候呢 对父亲没有什么好印象 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妈妈自杀 所以当然我们最怪我爸爸 为什么没有好好地 亲引自己的家 这样子 我对父亲 有很大的叛逆 国中 国中开始我就常常不在家 然后就跟朋友在一起 可是又我非常爱妈妈 妈妈呢 在我国中的时候就常常会住院 然后也没有办法做家事 所以我又在外面做那些不好的行为 回到家就很乖 做家事 然后工夫也努力 然后我就完全是两面人的 好像戴着两个不同的面具过生活 我想是非常辛苦的 那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 跟焦虑的那种感觉 师母你说在外面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其实我现在很难想象 哇 师母的过去有叛逆过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真的有叛逆 可是外面有好多好多的朋友 下课就回到家 然后12点11点我就离家住着了 偷偷的 对 偷偷的 对 不要让父母知道 可是就是晚上夜间生活 是完全不懂的人 对 那这样一个情况持续多久了 国中高中大学 都会这样生活的 所以是直到去了教会之后 才开始有了改变吗 是 是 那我们真的要来谈一下 怎么样认识这个信仰 然后生命改变 那时候姐姐带你去教会 跟我们谈谈去教会的生活好吗 我妈妈自杀的时候 我们留下来的孩子有一个念头 我们这么的爱妈妈 没有办法救她 没有办法帮助她 那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是这么的叛逆的孩子 我的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罪恶感说 是不是我的叛逆 把我的妈妈 是成为一个忧疑症 说害了妈妈 是 我在心里说 我有两个险子 是一个呢 是跟妈妈一样想自杀 因为我活不下去了 我太大的罪恶感 可是另外一个险子呢 因为我知道自杀之后 那个家族的痛苦是多少 那我跟自己说 好 那我一辈子 我要带着这个罪恶感 我要扑上我自己的罪恶感 活下去 很想你也带自己 好像苦待自己 可以减轻那个罪恶感 是不是 好像比较能够对得起死去的妈妈 是 那当你接触到基督信仰之后 这样的一个观念 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有 因为这样的生活 当然做不下去了 所以开始失眠 开始有一些 也可以说心神上 有好大的压力 那我姐姐看不下去 我是这样子的 就立志祭家会的时候 可以说我姐姐有点强迫 带我去 因为我对宗教也有反感 我对家会有些误会 家会是禁止我做好多事情 所以她知道我误会 我姐姐说 就先讲不过带我去 然后让我认识 真正的家会是什么 将在旷野荒地中漂流 天看不到那平安城市 有愁地环游戏 但我们却不怕遭遥 因你的平安 与我们同在 因我们都是你的自民 你曾在患难中打救我们 你的脏 你的感 因我们做正直路 你用双手和大爱包围我们 你的爱永不变 从昨日今天到永远 你所信的其实 但愿事远都 但愿事远都 乘颂不停 我们的一生一世 比梦你安徽 因我们都是你的自民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究竟之声广播中心 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 我是音儒 今天音儒为你邀请的 特别来宾是 顽山杨子宣教士 大家都称呼他叫 严师母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严师母的生命故事 我第一次进教会的时候 就一个牧师 这个牧师也是 好像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的人 然后我看得出来 他非常一个贫穷的人 可是他就是拥抱我 那个拥抱是非常的温然的 然后他告诉我说 你不要带着嘴 是 所以就决定 如果有还有第三个鲜子 就要 要生命想吐看看 就留下来的 是 你就想 好像在那个时候 找到了一个 一线曙光 是 需要一个盼望 让你可以有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你就决定 留在教会里面 是 来认识这个信仰 对 我第一次进教会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有人 把你配下来 你的罪悟感 哇 我听得懂 有人 就是耶稣基督 他代替我 被听在诗诗家 这句话 我真的会听得懂 然后 我有相信吗 其实我当然有怀疑 我没有看过他 也没有认识他 可是我因为 现在第一个鲜子 第二个鲜子 都已经戳不下去了 那如果有这个 是第三个鲜子 我就想试试看 然后我就开始 自己读圣经 我的心里的那种重荡 是依然也没有了 圣经里面 表达出来的 耶稣基督的样式 真的是完全吸引我 所以那个时候 当你知道说 哇 原来有一位神 这样子背负我的罪 赦免我的罪 赐给我新生命 你当时的感觉怎么样 心里头的感受 感觉是好像 一个师都被拿走了 那师母 你后来什么时候 决定收习的 不到几个月 不到几周 就确定我跟姐姐 还有弟弟 三个人呢 一起收习 然后我也带了 两个朋友 那个时候 小小小小的教会 是五个人 一起收习的时候呢 他们的教会的人觉得 还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我想在日本 能够这么多人一起收习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是 您那时候 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爸爸知道吗 爸爸知道 尤其我弟弟收习 他非常非常的生气 生气到 他对我姐姐有暴力 因为日本呢 为什么那么少人 起家会有原因的 因为特别是乡下 每一个家里的坟墓 都是活叫的庙里面 这是过去 我们日本政府 已经规定的 坟墓就是要放在庙里面 对 那我们的坟墓呢 不是个人个人 是一家族有一个 等于说 家人呢 是要派出一些代表 要照顾这个坟墓 这个照顾呢 也是要照顾庙 也照顾这个坟墓的管理 都是要需要 那通常都是 家里的长子 男生都要 负这个责任 对我爸爸来说 弟弟信主的时候 他有讲一句话 我如果死了 谁会照顾我的父母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但是你们还是 毅然决然的受洗了 是 这么多年之后 我知道其实跟爸爸的关系 是不是也改变很多 是刚开始呢 其实起好几年 我们跟爸爸的关系 其实很紧张 对因为这样的关系 可是后来 二十年 三十年 我们都在三个兄弟姐妹 就结分 然后结分之后的家庭 非常的美满 之后呢 爸爸对我们的观念是改变了 他开始冲击我的信仰 虽然没有相信 可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他主动会说 你们可以祷告 翻简祷告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容许你们在他面前祷告 那师母 从小你看见父母的关系 那有时候爸爸都是 最久回来 就会闹啊 什么的 其实我想 在你的心里面 对爸爸有没有一种恐惧 有 上帝的爱怎么样帮助你 让你可以去饶恕你的父亲 让你可以重新的爱他 接纳他呢 因为我刚开始去教会 我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的一句话 就是天父 是阿爸父 这些话呢 我就好几年说不出来 因为爸爸对我的印象 真的是只能受恐惧讨厌 对 所以我刚开始真的很大的挣扎 跟上帝说爸爸 可是有一点 很奇妙 也是我从心里 跟上帝说 就是我们日文 是有我斗赏 就是很亲密的 对爸爸的一个臣夫 告诉神的时候呢 我就崩溃了 然后崩溃之后呢 你说大哭吗 大哭了 大哭之后呢 我感受得到 我现在 我真正的父亲 不再是肉体的父亲 是在天上的父亲 那再是我真正的父亲 然后再开始 就享受 他对我的祝福 不管在 我们的家庭 现在新的家庭 什么事情都好像感觉是 神 是我的父亲 会照顾我 然后 其实我在我的丈夫 严慕室的身上 也感到非常温柔的 父亲的样式 那我的个性 我对爸爸的叛逆 慢慢慢慢慢慢改变了 最后呢 我就决定 老是我的父亲 是 后来你回到日本去 在跟你的父亲 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 不论说华人好了 或者说日本人 要说我爱你 是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不是困难 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 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 对 我妈妈过世之后 爸爸起了另外一个后母 所以我们的关系 是更紧张 更远 这个后母呢 很难接受 我们是一个新的孩子 后母很难接受说 我嫁给了一只丈夫 他有三个孩子 对 对 而且这么大的孩子 所以就变成我们都 关系是很疏离 可是呢 因为我决定心里 想老是我的父亲 所以有一天 我就刻意 就起拜访他 就是拜访我的父亲 特别我带了一些礼物 然后 因为我家里呢 种补岛 对 那我过境 因为我叛逆的关系 我不想跟父亲 一起种补岛 可是呢 那一天我就决心 我刻意跟爸爸说 我今天要不要去 看一下我们的补岛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工作 其实我对他的表达 已经是恼恕他的 然后我的表达 是我对他 说我爱他 那之后的画面 我一直在 还在 现在在脑海里面 父女两个人一起 在葡萄园里面 一起工作 是 我想爸爸一定可以感受得到 是不是 他一定会感受得到 是 他那时候有什么反应呢 他很 有点尴尬 有一点意外 可是我看得出来 他很非常高兴 那你后来在 大学那个时候 接触了基督信仰 去到了教会 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你受洗了 是 但是受洗之后 你怎么样 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决定我要去读神学院 因为我受洗的时候 不到几个月 我就听到了 又一个让我很 取善的一个消息 就是当初 带我受洗的牧者 牧师 他的生命还有一年 因为他得了癌症 那我刚刚 我已经失去了我妈妈 又我的另外一个父亲 牧师也要过世了 感受是 其实我的信仰 还没那么坚定 对这个世界 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盼望 我当初呢 有一个好工作 就是我已经当了老师 我的大学 是一个师范大学 我搞上了好工作 可是我又换了 因为有信仰的关系 我就在读特色教育 特色教育 对 特教 然后又考上了 他们的老师 就特教的老师 那我对自己 有决定说 好一生 我要奉献在这个工作 然后工作也蛮快乐的 可是因为有两位 两个我最忠敬的人 那么早过世之后 我对这个世界开始 越来越没有盼望 也没有什么期待 然后加在 你在怎么做老师 还是公务人员 还是有限 我也听到了神的声音 就是更要进一步 想认识他 神的声音 是怎么样出现的呢 也是做梦的 对 有一天 因为我的母会的牧师 癌症很严重 那有些弟兄姐妹 对牧师有这样的批评 因为这个牧师 没有信仰之类的 批评我就听到 我就很难过很难过 就好像说牧师 是不是哪里没做好 所以才都有癌症 对 那我就很难过 然后我就到牧师的房间 然后我跟牧师有要求 说可不可以这些的心 都把他赶出去 那牧师只能哭的时候 神爱他们 所以没办法赶出去 我就一直谈悲 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就晚上就梦到这个梦了 耶稣出现在我的梦中 然后他告诉我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他有三字 问我 然后我就跟神说 我当然爱你 那这样的梦呢 联系三字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对 那我梦到梦就起来 然后又梦到梦就起来 从共三次联系看到 那我就很纳门说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那五点的时候 牧师打电话给我 他告诉我说 耶稣出现在 牧师的梦里面 他说 关于我的未来 他告诉他 他问我说 你有没有发生什么 我就真的吓到说 刚刚 耶稣也出现在 我的梦里面 所以我的人生 有两次 是做梦决定的 非常重大的事件 一次就是要去读神学院 另外一次就是你的婚姻 对 之后没了 他真的很神奇 神真的会让一个人做一梦 然后告诉你 他对你的计划是什么 那当牧师打了这通电话给你 你在那个证经里面 你后来就决定你要去读神学院了 是 马上决定了 因为有一些要准备 所以我要需要一些的 一笔的钱 所以 老师的工作就三年 然后就辞掉了 去到那个神学院里面 开始去读神学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跟 演进了牧师 见到面的呢 我入学一个礼拜 这么快 对 所以我在神学院的三年 已经决定解分了 所以三年都要开始准备 就是我为未来的日子 要当牧师 我就花了好多的时间念书 这个神学院总共读了四年吗 三年 三年的过程 没有谈恋爱吗 对 因为我们的学校不可以谈恋爱的 是 那你们平常要怎么样见面 怎么互动呢 当初没有什么email啊 什么line啊都没有 所以我们只能在一起 一起服侍啊 的时候就一起 可是有没有确定解分 所以我们的同学老师也知道 我们是已经有确定要解分了 可是因为学校不能谈恋爱 所以不能太多的互动 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起服侍 对 那服侍的内容是什么 去其他教会实习 还是去做什么 对 去教会服侍 或是说 我跟牧师有共同的一个 一个负担 因为我妈妈是忧郁症 所以我特别对 精神病的病人有负担 我常常去探访 那牧师也跟着我一起去 这可以说对我们来说 唯一的约会的事情 是 就是一起去探访病人 一起去帮助别人 是 我想这个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 是非常特别的约会方式 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在这样一个服侍的里面 去认识这个你的另外一半 在这个过程中 你觉得严金龙牧师 他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 是很吸引你的呢 对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有一个事情发生 有一个精神病 非常严重的一个青少年 他用他自己的杯子 咖啡泡给我们两个 可是呢 看得出来 他泡给我们的这个两杯的杯子呢 应该是好几年没有吸过 很脏的 那 那 报给我的时候呢 我在心里有祷告说 主啊 如果我今天 没有喝这个咖啡 这个年轻人 他觉得被我拒绝 他觉得我不会接纳他 可能会伤他的心 是 所以我就一边祷告 还要忧略 还在挣扎 要不要喝呢 可是严木师在旁边 他根本不会在乎 就直接喝下去 而且喝堪了 全部喝光光 对 所以我在旁边说 哇 这个人就是我想要的人 他的接纳 哦 你看见他的爱 对 对 所以我看他的时候呢 他第一个 他的接纳 他对这些病人 非常的温柔 所以他的动作呢 让我确定 我愿意嫁给他 是 当您决定嫁给 严金龙牧师 这个需要知会父亲吗 因为我跟牧师说 我已经跟爸爸说 我要带一个 未婚夫 未婚夫 对 带到家里 那我们通常日本的 很传统的习俗呢 就装西装 然后一定要戴领带 然后跟他跪下来 跟他的面前跪下来 说请你给我女儿 一定要讲这句话 就是把女儿交给我 对 那我就教他要怎么做 可是后来 就是我带过去的时候呢 他上面是西装 然后确实有领带 可是下面是牛仔裤 因为没有西装裤 对 那我就骂他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那他说 因为他没有西装裤 那我说好 没关系 已经既然出门了 那我就走了 然后我们就一起到 我的娘家 她真的有跪下来 因为台湾人跪下来 真的很困难嘛 可是他就是愿意 在我的父亲的面前 跪下来 我爸爸也是看 他的牛仔裤的时候 太笑了 这样的 因为笑 就会好像融化 那个紧张的感觉 是缓和气氛 对 所以后面 他们两个 躺得非常的快乐 后来就很顺利的 嫁到台湾了 但是到了台湾之后 也是经历了 一连串的熬练的过程 到最后 不止欣然接受的 留在台湾做宣教室 而且你跟你的丈夫 严金龙牧师 非常的热心 投入在关怀原住民的事工 帮助他们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 你们到酒店 到风化场所里面去传福音 在酒店当中建立小组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事工怎么样开始的 我们住在台北 结婚了 那结婚第二天 我们就决定要把自己的家庭开放 然后做一个假会 可是当初呢 其实我对原住民完全不认识 可是我先生对自己的族情 有非常负担 非常爱自己的族情 那就开始找原住民 可是找不到 因为他们20年前 好像他们不太想公开自己是原住民 所以我们就想原住民在哪里 然后找了找了 我们就听到说 临生北路 有好多的酒店 不少的姐妹们 在那里上班 那我们就开始有一家一家拜访 可是晚上他们在工作 那我们就开始呢 研究他们的生活 然后就抓到 大概七八点的时候 还没开始有认识音乐之前呢 他们在店里 有一点点的时间 那我们就抓着这个时间 我跟牧师一家一家扣门 一家一家去拜访 就找到他们 第一次去真的印象很深刻 然后我们很怕说 那个门口有一些跑标 是不是赶我们 或是讨厌我们 甚至会不会说被打 我们两个真的是一边发抖 一边祷告 甚至退缩 有好几次 然后第一次第二次 第三次的时候 我们打开了门 然后里面有几个小姐 是原住民的妇女 然后我们意外的 那些保镖 非常欢迎我们 他们那个时候就知道 你们是牧师跟师母吗 是是是 他们大概看得出来 是我们是关心他们的人 所以呢 他们的保镖 也是蛮欢迎我们 原来他们也需要被关心 他们也需要被关怀 所以第一次第二次 我们自己都都不敢了 或是说退缩了 可是第三次这个经验呢 发现 哦原来他们是非常反应我们 那我还是非常的好奇哦 师母 当时候您跟牧师 两个人叩门进入这个酒店 然后要接触这些 跟你们几乎是不同生活圈的 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可能穿着是很清凉的 你怎么去面对他们 跟他们建立关系 我们的话题呢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谈孩子们 他们为什么在这种长手工作 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孩子 所以他们谈孩子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的脸已经是不是小姐的脸 是一个母亲的脸 所以我就放心了 他们的脸呢 已经不会诱惑牧师 牧师也不会被他们诱惑 对因为他们是在我们的眼光里面 非常辛苦的 非常爱自己的孩子的妈妈们 那他们谈到小孩子的时候 一直在流眼泪 这样的关系呢 他们开始信任我们 他们信任了 就隔壁的小姐呢 一起参加 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变成是小组的 在这个小组当中 我想最大的目的 除了关心他们 就是把基督信仰 也分享给他们 那这些小姐们 在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们没有看过 他们有拒绝 其实我们也在 不同的场所都有传福音 不管学校也好 或是一般路上也好 可是我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 最胜利传福音的就是 这些的场所 在风化场所里面 对 是最胜利的 而且他们最想要的 他们很用心的听 他们从心里来 分享他们现在的困难 他们最爱听我们为他们祷告 跟当初所以为的落差是非常大 本来想说会不会遇到很多困难 结果没想到他们是一群 所谓预备好的生命 对 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 是 那这些小姐 他们接受这信仰之后 他们的生命 你看见他们有什么样的改变 这个就有一点困难 这需要很多的时间 因为有的是已经十几年 做这个行业了 然后我们也尽量 自动不要说他们要改行 因为这样他们的防卫性会出现 所以我们一直在焦点都在小孩子 小孩子如何帮助 小孩子如何照顾 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 开个安静帮 然后科业辅导开始 然后先从孩子来开始改变 然后现在他们的妈妈 已经在我们的会友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了 他们都是小孩子来 带他们来 哦 是 在教会开科府班 接纳这些在酒店当中 工作妇女们的孩子 对 孩子信了主族 就带妈妈一起来教会了 对 可是这个过程很久很久 大概有的是十几年 短的是五六年之后再进来 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 师母 你心里面的那个动力 嗯 深爱怎么样帮助你 这个哦 应该说跟我的家庭有关系 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 延伸家庭的苦难 我最了解 所以看到他们的孩子的时候 就非常了解 他们的难过是什么 他们的痛苦是什么 所以呢 孩子进来 我就很高兴 然后小孩子的生命是很容易改变 我们有提供爱 他们就很容易改变 所以他们开始呢 我就鼓励为母亲祷告 神会决定他们的祷告 所以呢 我现在真的很感谢 我小时候确实有经过好多的痛苦 有很多的孤单 很多的挣扎 可是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苦难呢 我可能现在没有办法这么的残疾忍耐 接纳他们的孩子是不太可能的 我想到圣经高 怎么说 上帝使万事都互相效力 讲爱神的人得益处 自己走过的路 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跟祝福 是 那师母 你在大学的时候认识这位神 生命改变 一路走到现在 成为宣教士 帮助这么多的原住民 你们去到不同的场所 跟人传福音 你觉得基督信仰 对你而言最宝贵的是什么 宝贵的是觉得家庭的爱 而且是一个新的家庭 新的父亲 他的爱是除了五条件以外 他知道我们要如何生活 怎么做在这个世界有意义 最快乐 我自己也是信了耶稣之后呢 这个爱呢 如果我没有这个爱 我现在活不下去 而且不知道什么叫快乐 也不知道什么叫我自己生命的意义 那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云彩飞扬节目的最后 要来到尾声了 可能有一些的听众朋友 他们在思想 天父的爱 这位天父是什么样的一个天父 他跟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关系 师母可以就着你自己走过的信仰的经历 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好不好 也许有一些人呢 现在在黑暗中 也许困难中 也有很大的压力 可是我们记得有一位 我们的父亲 而且他所有的事情都了解 都计划好 那有些困难呢 确实我们是需要的 所以有时候这个父亲呢 让我们经过 然后未来我们要成为 可以帮助别人的人 可是有些困难呢 因为我们不认识他 叛逆他 我们就不必要的苦难 不必要的压力 放在我们的身上 可是这个父亲 如果我们认识之后 他告诉我 我们需要的真正的 谋认是什么 我们不必要经过的 那些危险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是在困难中 你是在黑暗中 我想请你认识 最爱你的父亲 你的生命 如果你交给他 你现在的困难 是有意义的 而且未来的道路 不止你可以快乐 你可以帮助 你的周围的人 时间非常地感谢 从日本来的宣教士 玩山养子 谢谢严师母 谢谢 ありがとう 谢谢 ありがとう 谢谢 我是云如 欢迎你收听原彩飞扬 这是由台湾救人之声广播中心 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 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 日本宣教士 玩山养子的生命故事 曾经她觉得自己 没有办法去爱 去接纳这群原住民 现在不止很邪恼的 跟原住民生活在一块 也跟丈夫呢 投入很多的精神 时间 在关怀弱势族群 单亲妈妈 还有原住民的工作上 上帝帮助她真正的劝爱人 这番爱使她变得勇敢坚强 而从前呢 在家庭里面受到的伤害 还有对死去的母亲的那个亏欠 都被上帝医治 让她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 玩山养子的生命故事 让我想起在圣经当中 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一章 一到三节的经文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拆遣我衣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求的出监牢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自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游代替悲哀 再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称为公益树 是耶和华所在的 叫他的荣耀 我深渊今天透过 玩山养子的故事 让我们想想自己的生命 看见原来在生命当中 上帝有诸多美好的计划 与安排 要让我们喜乐代替悲哀 让赞美代替忧伤 而今天的节目内容呢 我们已经取得了 玩山养子的同意 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悲哀 福音见证宣教事工 欢迎你来跟我们索取他的故事 而如果你愿意更多的 认识基督信仰 我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 救恩圣经函寿课程 我们有专门的老师 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 可以借着函寿 或是网路来学习 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 救恩圣经函寿课程 或是想要索取 玩山养子的故事 欢迎你跟一如联络 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 来信请记台北邮政 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 44-80号信箱 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 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 那方便上网的朋友 也欢迎你呢 多多使用 救恩之声的网站 你可以线上收听云彩飞扬 还有其他的好节目哦 最后感谢白心仪 和我心旋律 音乐施工 所提供的诗歌 英如在这 祝福你 平安喜乐 云彩飞扬 我们下回 空中再相见咯 拜拜 我是空骨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泡沫 四周云彩飞扬 小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声叹息彩飞扬 放弃一切地追求 能凭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泡沫 四周云彩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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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云彩飞扬